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学习进阶,算法与应用课程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cross entropy的概念 就是对于以前我们用的这个二次的这个cost function呢 我们现在用了一种新的cost function来替换它,叫做这个cross entropy 那这节课呢,我们就先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cross entropy 用它来替换我们之前的这个二次的这个cost function 同样来做这个识别minist数字这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准确性有没有提高,给大家先演示一下的代码 然后呢,我们会跟大家在这节课介绍两个概念 一个叫softmax,还有一个叫overfitting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 之前我们已经给大家解释了如何在python里面实现一个neural network 里面用到的这个二次的cost function 并且用了gradient descent,梯度下降算法 以及这个backpropagation来算偏导 来识别这个minist dataset这个数字啊,手写的数字 那么今天我们了解了这个cross entropy 在上节课我们了解了这个cross entropy之后呢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用cross entropy我们来识别这个minist的数字 来取代以前的cost function 我们看一下结果有什么不同啊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 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主要先run一下 就是先跑一下这个代码 看大家对比一下结果 在后面呢,我们会给大家来介绍这个代码的一些具体的实现细节啊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代码的基本的结构 首先呢,跟之前一模一样 就是我们import这个minist loader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装载dataset这样一个package 然后呢,我们这个跟以前的代码是一模一样的 是吧,我们就是通过调用这个minist loader上面的一个load data wrapper 把数据load到我们的三个变量中 分别有三个数据集是吧 一个是training data训练集 一个是validation data 这个验证集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test data测试集 然后呢,下一步我们就 因为在这个具体的代码里面呢 我们之前实现了一个类叫network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我们用另外一个类 这是实现好的代码 因为区别以前的类 我们里面有一些方程有些不同 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个cost function 是这个cross entropy cost 所以呢,我们这回用到的类名是叫network2 这是为了区分 之前我们实现好的那个类名叫network 好,然后我们还是先跟以前类似 我们先实力化 是吧,一个变量 叫net 然后它实力化一个network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就在network2上面 调用它的构造函数constructornetwork 然后呢,我们传入这个神经网络的结构呢 它是我们还是输入层当然是784个神经元 然后这个中间层呢 我们还是设置30个 就是这个隐藏层还设置30个神经元 然后这个输出层呢 当然是对应的是我们10个数字 所以是10 但大家看一下这次的不同是我们在这儿来设定一个cost 这个具体的network2怎么实现 包括里面这个cross entropy cost 我们下节课再给大家解释 在这儿我们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代码的框架 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在cost的这个多了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加入说让指名cost等于这个network里面 network2里面实现好的这个cross entropy cost 这样一种cost 这就从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就是我们肯定是这些代码 就实现了我们之前讲的这个cross entropy这个概念 好的 那么在实力化这个net以后呢 下一步我们调用上面一个方程叫large weight initializer 其实这个large weight initializer 跟之前我们的这个network1的这个类里面的 这个初始化的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无非也都是初始化这个权重和偏向 是根据正态分布 但是我们这儿用的名字不一样 专门标记一下是因为我们后面会用其他的方法来初始化 所以我们这儿设了一个参数 在这儿叫large weight initializer 但是呢 他其实和之前我们在这里 这次我们调用的时候 他和之前我们的network里面这个类里面调用的这个 就是初始化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现在把这个cost function替换了一下 好 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这个network上来调用这个随机梯度下降算法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参数设置 首先呢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的训练级training data 第二个参数呢 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看一下啊 之前我们调用的这个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然后呢 我们第二个参数 是吧 我们在这儿 调用这个30我们来看他的代码是吧 他的training data 然后是epkers 是吧 也就是说 我们是 要跑多少轮 我们这儿设置跑30轮就停止是吧 跑30个epker 然后呢 这个10呢 指的就是我们这个mini batch 就是我们一小把这个整个训练集拆成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 他每一小部分里面有10个训练实例啊 就是这个mini batch 它的size是10 然后呢 0.5呢 就是我们还是设置的这个学习率 这个eta 等于0.5 是吧 然后呢 我们的evaluation data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测试集 然后呢 我们这个monitor evaluation accuracy等于true 就是说 我们要看 在训练的过程中 它的这个accuracy 也不断更新的一个变化情况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跑的过程啊 我们记得之前 我们跑过一个cost函数 最后达到的准确率 准确率 我记得是94.5%左右 是吧 那么 我们这次演示的时候 跟上次一模一样 还是30个神经员的隐藏层 呃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换了这个cost function之后 它的情况 所以我们的代码已经要实现好了 所以在这儿 我们直接就调用这个 刚才我们 就是这个代码 跟刚才我们看到一模一样 是吧 我们就是说实话 这个network2 我们可以看一眼 这个network2 它的这个实现里面 大概有什么不同 就是跟大家先简单看一下 后面我们会详细解释 所以我们看一下 network2里面有一个叫 large weight initializer 它还是通过这个random方法 跟之前一模一样 一样的方法来实现的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类啊 叫cross entropy cost 所以呢 这里有就是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cross entropy的这样一个公式啊 当然后面有一系列 求这个 这是我们之前的这个cost 是吧 就是我们这个二次的cost 好 那么我们后面会花时间详细给大家解释怎么实现这个network2 在这儿我们首先先看一下它的表现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这个利用这个cross entropy实现这个cost之后 我们的这个performance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精确度有什么变化啊 好我们现在把来跑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期待其实解决的问题是这个cross entropy呢 它不会像这个之前的二次cost这样有一个开初始化 那不合适的话呢 它学习非常非常缓慢的这样一个问题是吧 我们昨天刚看到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cross entropy来代替这个二次的cost quadratic cost 好 现在开始训练第一轮是吧 我们看到第一轮呢 我们得到这个accuracy是9100个图片认对了 一共有1万张是吧 好 那我们的准确率是91%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随着这个apker一轮一轮的增加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准确率怎么提高 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二轮结束之后我们准确率都提高到了92.92% 我们再稍微等几轮啊看一下这个准确率变化的情况 好第三轮结束以后 92.94又稍微提高了一点点 9336还在不断提高 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们就暂时把这个程序先关掉 因为他跑十轮的话还是要花些时间的 我之前跑过这个程序 我把这个结果存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跑了十轮之后呢 已经达到94.4 其实呢他这个 对比这个之前的这个quadratic cost呢 他的这个在跑30轮之后 如果我们把它跑30轮 然后我们再把之前这个二次 cost 也跑30轮的话 他的最终的这个训练最好的准确率 要比之前的二次cost准确率要高啊 所以同学们有兴趣自己可以下去把这个代码去跑一下 来验证一下这一点 在这里为了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把它 不等他结果全部跑出来了啊 暂时把这个程序停下来 好的 让我们继续来看 刚才呢我们用的是这个隐藏层是30层啊 我们也可以用100层来跑 这样的话他的这个准确率会进一步提高啊 也就是说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cross entropy用它来跑的话呢 他学习不会有像这个二次cost函数一样有这个非常缓慢的问题 第二呢他的总体的这个准确率也会比之前用二次cost函数要提高了 所以呢这是我们从实验里面可以看到这个cross entropy它的一个优势啊 所以呢在信息论里面 他其实这个cross entropy呢这个概念其实是信息论里面的一个概念啊 这个他呢其实就是从这个字面上来 禅述它的意义呢 他大概指的意思就是说一个表示意外的程度 什么叫意外的程度 就是说我们对于神经网络算出来的值和真实值之间的一个差距的意外程度啊 这样的把它作为一个cost来衡量我们的这个每一次更新完这个神经网络以后 他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啊 我们的目的是把它最减小 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cross entropy它的一个实验上的一个证明 比这个之前这个cordatic cost要高 好那我们下面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soft max 这个soft max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在之后我们的神经网络变得层数更多 更加深更deep的时候呢 我们要经常用到这个概念 这个soft max呢 它其实指的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输出层的方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还记得我们之前的每层 每两层之间用的都是这个sigmoid function是吧 简单的说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步用的是加全球和 这已经说了很多很多遍啊 第二步我们用的是这个把这个z变量存下来之后 我们来apply这个sigmoid function 就是1除以1加上1的负z次方是吧 来算一直算到输出层 但是呢我们现在定义一个叫soft max是另外一种函数 它是另外一种方法来计算输出层的输出层的值 那怎么来计算呢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第一步呢 这个soft max它的计算方法和之前我们的sigmoid这种层的方程概念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一个加全求和 没有任何变化 也就是说我们假如说求最后一层的这个输出值 然后呢我们先要对前一层的这个a 就是activation的值乘以它每个a连线上 到处第二层和最后一层连线对应的这个w 我们两两相乘是吧 然后全部加起来 对神经的所有神经元加起来 之后我们再加上这个最后一层的每一个神经元对应的这个bias 是吧 我们得到这个z把它叫做中间变量 这一步呢和之前的这个sigmoid方程 就是我们之前的用的这个层和层之间更新的这个公式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不同的是第二步 第二步呢 我们之前是用sigmoid function 但是在这里我们用定义一个新的一个function 定义一个新的函数来来算 我们的函数是什么样的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函数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们呢在分子上有一个e啊 自然自然数e 它的这个中间数这么这么多次方是吧 以前是1除以e加上e的-z次方 现在是我们分子上有一个e的z次方是吧 这个z就是刚刚我们算出来这个z 然后分母呢是我们也是e的z次方 但是是一个求和 也就是对我们所有的这个神经元来讲 它的一个总和 然后呢分子是对于每一个神经元 它的值 这样一个分数呢 就代表了初出成当前这个神经元 它的activation的值 我们再看一下啊 一个是总和是吧 一个是某一个特定的神经元的 根据它的z来算出来的值 所以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神经元算出来一个 这样根据这样一个方程来算出来一个a值 是吧 这是区别于之前我们的这个sigmoid function的不同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要我们要定义这样一个function吧 它叫做和结合这第一步叫做sigmoid function 它有什么性质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这个演示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现在有这个四个神经元是吧 我们先根据上面这个公式 对于我们现在目标是要算输出层的值a值是吧 所以我们根据倒数第二层来算 那么倒数第二层的第一步呢很简单 就是我们来应用这个公式加全求和的公式 把z线算出来是吧 z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看一个演示啊 就是我们现在z值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套用这个公式 我们定义的softmax的第二步的这个公式 来看 当我们这个z值变化的时候 把这个公式 把z带到这个公式里面去以后 我们的这个四个输出神经元 它的值对应来说怎么变化是吧 就是我们在背后把这个程序跑一下看随着z值的变化 这个输出层的这个a值它怎么变化 我们这看一下啊 这个原始书记的这个网站上有一个有趣的demo 我们可以试一下啊 我们看 首先我假设我拖动一下这个 最后一个吧 最后一个z4的值 我们看到现在是0.5 然后我们这个输出的这个a值是0.043是吧 我们现在假设把0.5增大 我们注意看啊 变化 减小的时候 ag也减小 增大的时候ag也增大 但是我们注意看啊 当我挪动这个z4的时候 我们注意看到这个a1 a2和a3怎么变化 我们现在看我把z4增大 大家看没有 a1 a2和a3其实三个值都不断在减小 只有a4在增大 只有最底下这个在增大 当我把z4减小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啊 其实a4是跟他减小 但是上面四个三个值的变化趋势是跟他相反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吧 z4是在减小 但是a3在增大 然后 a2也在慢慢增大 a1也在增大 所以我们看到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再试一下别的值 那你可能想的是 我们当挪动这个z3的时候呢 这个a3可能跟他趋势是一样跟着走是吧 因为他在分子上 然后呢 剩下三个值 他就是反向的挪动 我们看一下 果然是是吧 我们减少z3的时候 我们a3的值是减小 但是a2和a4的值都在不断增大 是吧 好的 那就是有趣的一个demo 它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 当最后一行那个z值增大的时候呢 a也随之增大 但其他的a就减小 事实呢 其实是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说 当我们这个挪动z4的时候 当a4增大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a1 a2 a3都减小 不光是他们三个减小 a4增大 而且减少的a1 a2 a3减小的总量加起来呢 其实刚好等于a4增加的量啊 是这样一个关系 换句话说就是 其实这四个值a1 a2 a3和a4 他们的和总是等于1 是不变的啊 这是一个有趣的性质 其实这个可以很容易证明一下 我们因为我们根据这个 之前的这个公式是吧 agl等于这个分数 我们把所有的a加起来是吧 就是g 比如说从1到4 或者从1到n加起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右边呢 其实分分部都是一样的 然后分子呢我们是一个求和 那不管是对j还是对k求和 我们其实都等于把所有的这个 层性元它的这个值加起来 那么分子分部就相等了 所以它的分数值等于1 所以这就从数据上证明了我们一个结论 就是当我们使用这个 我们使用这个softmax这种层的类型的时候 作为这个算输出层的值的时候呢 它有个有趣的性质 就是输出层的神经元的输出这个a值 就是它们的和总是等于1 那这个性质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 每个输出值都大于0的是吧 这个很好理解 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分 它的定义是吧 这个分子分母明显然都是大于0的 所以我们这个每一个输出值的activation 它这个本身值是大于0的 而且还有刚才我们说的 它们之间相加以后的总和等于1 那它就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既然都大于0 而且它们的总和等于1 我们就可以把它描述成是一个概率分布 也就是说我们当输出层有n个神经元的时候呢 我们这n个神经元其实是一座概率分布 就表示了每一个神经元可能它等于那个实际目标的可能概率是多少 是吧这样的话就非常容易描述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输出的分类等于可能分类标签的概率 对吧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这个手写数字的这个输出神经网络 假如说对应那个标签是3的那个神经元 假如说它的输出值 我们说一下 等于假如说等于这个0.8 刚才写错了 0.8的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ax当它等于3的时候呢 我们算出来这个 它的ax的值如果等于0.8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做就是说这个输入的图片 它的真实的标签是3 就是这个x 它的这个是输入x的时候呢 它最后这个输出的标签是等于3的概率是0.8 所以我们就可以认为每一个a它的含义其实是一个概率啊 就是a1 a2 a3 a4 分别表现了我们这个输入的这个实例 它最后归程当前这个a所对应的类的概率是多少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性质啊 那么这是针对这个softmax这个function来而言是吧 我们之前所用的这个sigmoid function 这样的话呢 因为sigmoid如果输出层用的是sigmoid 而用的不是softmax的话呢 那么它因为他们这个输出层的a总和加起来不一定等于1 是吧 所以我们不能把它描述于概率 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用softmax层的好处 那么同学们可能心生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softmax层的话呢 它是否会存在也学习一个学习慢的问题 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讲了这个quadratic cost 二次cost和这个二次cost是有这个学习慢的问题是吧 但是我们后来用了这个cross entropy的cost 它就没有这个学习慢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如果用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sigmoid 就是用我们这个softmax 不是sigmoid 用softmax的这种类型的输出层的方程的话呢 我们会不会有这个学习慢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当我们用这个 当我们用这个softmax的这个输出层的方程的时候呢 我们定义一种新的cost 我们叫做loglikelihood函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因对数而定义的一个相 多么可能一个可能性大小的一个函数衡量 也就是这样一个公式来定义它 就是说对于一个a是吧 一个神经元a 我们这个大写l是指输出层是吧 第y个 那么它的cost呢 就相当于我们对它求自然数为底数的这个对数 然后前面有个负号是吧 c就等于它 我们把这个叫做loglikelihood函数啊 那我们定义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假设我们输出输入的是手写数字7的图片啊 然后我们输出的这个 假设我们的神经网络它比较好 那么我们输出的图片呢 我们这个神经网络它认为确定的 就是比较确定它接近7 那么对于对应的输出7的这个神经元呢 我们刚才算出来这个概率a它也接近 我们说a可以描述为概率是吧 它的概率也接近1 那么如果他接近1的话 我们什么意思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程 如果这个a如果接近1的话呢 1的对数是0是吧 所以呢 是不是说明我们这个接近1的话呢 这个对数也就是说这个c呢 接近0 就说明我们的这个cost比较小 符合cost的概念是吧 就我们的这个模型预测的越好 和真实值越接近的话 我们的cost应该越小 那如果反之呢 如果说我们不太自信 这个认为这个输出等于7的这个概率 是比较小 也就是说这个a比较小的话呢 我们他求对数呢 他刚好就是说 当我们记得对数函数这个方程啊 是当输入是01之间的话 我们是不断往下是吧 接近当这a越来越小 接近0的时候 我们这个函数值对数 是接近负无穷的 然后再前面加个负号 就变成正无穷 就会变得非常大 所以就是说这个如果不太confidence的话呢 那刚好这个cost就比较大 这证明这个函数有一个好的性质 就是它是满足我们应该定义cost function 所满足这些条件的啊 所以呢我们就适合以这个log likelihood 来获得所定义的这个函数 来让它作为这个cost函数 好 那学习快慢的问题呢 它其实取决于什么呢 我们之前说了是吧 它其实就是取决于 我们学习慢就指的是 我们因为我们每一次对权重w和偏向b 所更新的是这个两个偏导数是吧 其实学习慢也就指的是 我们这两个偏导数求出来比较小 我们上节课跟大家讲过这个问题 在介绍这个cross entropy的时候 也就是说 那么我们是否存在学习慢的问题 其实取决于这两个偏导数的大小 好 那我们现在想知道 新定义的这个log likelihood函数 它会不会造成学习慢 那我们就给它求偏导数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我们就对这个新定义的这个c求偏导 这个很容易求是吧 我们求出来之后呢 就等于这个aj的l dl层的这个a减去yj 然后呢我们求出来对这个权重 对w的偏导呢 就等于下面这个表达式是吧 就等于这个ak 就是l-1倒是第二层 然后里面乘一个最后一层的a减去y 是吧 分比起来这两个偏导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 之前我们用这个cross entropy 作为cost function 作为目标函数的时候 我们求出来的对w 传重求出来的偏导是这样的 是吧 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两个方程的表达是有什么区别 其实它们是一样的是吧 除了之前我们求出来这个是个平均值 现在我们是对于一个特定神经元求出来的cost 我们看这是把所有的x加起来 然后我们后来出一个n 但是呢我们这就是对于单独神经元 它们俩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明什么呢 说明其实我们这个使用softmax layer 然后用它的这个log likelihood的话 其实我们得到的值 其实 求偏导的时候 它是不会存在这个学习慢的问题 因为它跟cross entropy是一样的是吧 它们都是取决于里面这个aj减去yi的值 也就是说当两个值差别比较大 也就是说这个arrow比较大的时候呢 那它更新的就比较快是吧 然后当它最后快收敛的时候 它们两个差别比较小的时候呢 它就更新的比较慢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性质 所以它同样可以 就是不会造成这个 学习慢的问题 这是cross entropy和log likelihood 两个函数的一个好的性质 好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overfitting 什么叫做overfitting呢 跟大家解释一下 它的含义就是说 我们在对于一组数据 去build一个model build一个模型的时候来 它如果这个模型 有时候会产生这样一种效果 就是说它在这个训练级上表现得非常好 在我们的这个training data上面表现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呢 我们总结出来这个规律 这个模型 它不能被泛化到更多的测试集上面 也就是说 在测试集 test data上表现得不好 就精确度比较差 那这种情况呢 就叫overfit 就是overfitting 跟大家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 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有最简单的问题 就是两个变量 是吧 就是一个x 一个y y是它的影响 就是我们的这个 一个音变量 一个随便量 然后呢我们这x是输入 是吧 y是输出 就一共就两个变量 那么假设xy 它们的图像是这些黑点 是吧 我们采集到这些图像 我们现在想用一个简单的这个 比如说线性的回归 我们想用一个回归的方法 来总结一下这些点的规律 我们来画一条线 是吧 我们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那假设我们现在画出来 这样一个效果 就是说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画一条 这个直线 我们会看到这条直线 是吧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画一个红色的这个曲线 那我们想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两条线 到底哪个 对这个数据集 建的模型比较好呢 可以总结出它的规律呢 可以捕捉住这个数据的规律呢 其实 我们如果没有更多的数据的话 我们很难讲 但是从这个 道理上推断的话呢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直线呢 它是很简单的一个模型 是吧 它把它的总体的规律来概括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曲线 我们是故意把它的所有的点连接起来了 在这个假设我们这个 这个这些点是我们目前的这个训练集 也就是说我们在训练集上表现的非常好 是吧 我们没有我们的这个 arrow 就我们的错误是0是吧 因为我们把所有的这个点都通过了 但是我们在想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组测试集出来的话呢 我们很可能这条曲线 它不能很好代表这个数据分布的一个趋势 那么它就对这个测试集上的这个预测和泛化的能力就不强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叫做overfitting 希望通过这个图我们对这个overfitting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那我们下来看一下这个overfitting在神经网络里面 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而且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神经网络一个通常的经验就是说一个模型呢 它如果参数越好它越好 是吧 它越多参数越多的话其实越不好 但是我们想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这是从参数角度的考虑 但是我们神经网络我们知道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参数是吧 就我们所说的这个weight w和这个bias这个偏向b 我们可以想一下一个隐藏层 就我们之前讲的最简单的这种三层神经网络 假设我们这个隐藏层有30个神经元的话呢 那我们神经网络大概就会有这么多个参数 假如24000个参数啊 刚刚多打了一个024000个参数怎么算出来呢 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这个神经网络输入层 按照我们这个手写数字的这个神经网络的话 我们输入层有多少个神经元 对我们有784个对吧 那我们这个中间层我们说有30个 那它们俩之间的每一条线 两两之间的连接就代表一个权重一个weight是吧 那么有多少个连接呢 那当然就是784乘以30是吧 那这里就造成了就是说大概是30乘以700 然后呢我们就有2000多 然后还有这个隐藏层和数 那输出层是吧 输出层不是有10个神经元吗 然后隐藏层有30个神经元 那它们之间有多少条链接呢 30和10 两两之间全部连起来 那就是30乘以10 300是吧 所以加上之前2000多 所以我们就大概就会有 就是24000 我们之前说就是2万多 就等于说我们就有24000个参数左右 然后呢我们这个 假如说我们把隐藏层的这个神经元个数 从30增大到100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参数的个数啊 就要达到这个8万个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量 那如果一些最新的学术研究出来的成果 他们使用更加庞大的这个深度学习 层数非常多的这个神经网络呢 它甚至可以达到我们这个参数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bias和weight 它的参数的数量可以达到几百万 甚至上亿的参数啊 所以这个是非常庞大的 那我们说这个参数什么意义 我们下来看一个一个例子啊 就是说 假设我们还是用这个手写数字 minister dataset 我们假设 只用1000个 这个图像来训练 我们之前不是把这个数据集拆成三部分吧 这个训练集 验证集和测试集 训练集是5万个 然后这个 验证集是1万个 然后这个测试集是1万个 那么假设我们现在用这个 只用这个minister里面的这个 1000个数 这个1000个啊 就是以前的训练集五万个 我们抽出来只抽出1000个图片来 作为训练的话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啊 那就是说代码跟之前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里呢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我们看到我们只取这个之前数据集的前1000个是吧 作为就是我们取这个1000个 其中的1000个图片作为训练 我们之前有5万个数据 我们来让训练集比较小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训练的效果怎么样啊 我们这个参数跟之前一样 还是这个mini batch 它这个中间层还是30个是吧 30个这个隐藏层还是30个神经元 首先呢 这是我们这个跑出来这个结果啊 也就是说这个图像 它表示个什么意思 随着我们这epker 一个一个的增多 一轮一轮的增多 我们的这个定义的这个cost 是怎么变化的啊 当然这个cost呢 我们用的就是我们这个cross entropy 这个cost 我们看到从这个图像看 看着还蛮好的是吧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图像 非常平缓 也就是说随着我们一轮一轮的训练 这个轮数的增多呢 epker数的增多 我们的这个cost不断减小 是吧 不断减小不断减小 从这个0.01 慢慢减到这个0.04是吧 但是呢 我们再看一下哦 我们的目的是要达到这个好的准确率是吧 我们看完cost的这个变化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accuracy的变化 也就是我们这个识别准确率的变化 那么准确率这个图像 它表示的这个是准确率 在这个test data上面的变化率 变化情况 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训练机上训练完了以后 我们随着这个一轮一轮 epker增多 我们在测试机上 这个test data上来衡量我们的这个准确率 我们看一下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说我们开始 虽然说每一轮上下有浮动 但是我们整体的趋势是增加的 对吧 我们学习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们在这儿 在280左右 我们看它之后其实几乎没有变化了已经 而且我们看 注意这个坐标 就是我们这个纵轴 其实它是被放大了这个标签 因为我们这么长距离 它只是表示了81.9和82之间 基本上就是1%都不到的这样一个空间 是吧 那么我们看前面还是有稀微的增长 但是在这个200大概280的epker 也就是280轮之后呢 这个准确率几乎没有变化了 是吧 没有变化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更好的 这个学习的行为出现了 所以呢 这种情况就叫出现overfitting 也就是说 虽然我们这个从这个图像上看 我们的cost是不断减小的 但是呢 我们在训练的某一轮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accuracy就没有再增加了 这就出现了overfitting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test data 就刚才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test data 我们看一下这个test data 我们看一下这个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cost on training data 是吧 这个曲线它下降的比较好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ost 在这个test data上面 它的cost衡量它是怎么变化的 非常有意思的 跟刚才的cost非常非常不一样 是吧 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这个cost开始是减小的 但是直到大概10左右吧 这个10轮左右之后 我们cost其实反而增加了 这说明其实在后面的 其实我们这个学习的行为 就没有再进行下去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指的是在这个training data上面啊 在我们训练机上 它的这个accuracy 它的净确度 它的准确率怎么变化 我们看到我们开始是不断的增加 但是在这个大概六七十之后 我们已经达到百分之百了 也就是说我们训练出来这个神经网络 它可以把我们训练机上的所有的数据都 都猜对 都预测对 就是跟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图有点像 是吧 就是这个点 我们学出来的 它已经经过所有的点了 也就是说在训练期上 我们没有任何错误 百分之百准确 那我们后面训练这么多轮 有什么用处呢 其实没有任何用处 它就是overfitting了 就是说它是开始记住我们这个数据了 它不是一种来generate 就是说来总结我们当时这个数据的这个整体的趋势了 而是完全针对我们当前这个数据把它记住了以后呢 它准确率就一直是百分之百 所以我们后面这段学习其实没有多大意义的 那么这几个证据就证明我们其实是发生了overfitting的问题 那么overfitting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有几种方法 就是说用训练集或者测试集观测 获取训练集或者测试集比较困难 就是说我们如果想通过这个训练集这个 它的这个acquery的变化呢 来观察的话其实比较困难 而且测试集如果我们想通过测试集的话呢 因为测试集往往我不知道 它的这个ground truth它的真实 就是说我们测试集和训练集 我们都是需要有这个label的data 也就是说我们有标签的数据 但是往往这种数据比较难获取是吧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不太好判断这个overfitting 什么时候发生开始发生的 那我们有什么别的方法来这个 检测这个overfitting什么时候发生呢 我们有一个方法 其实大家记得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说 我们在这个载入数据的时候 我们不是把它分成了三块吗 三部分一个是这个训练集 一个是叫validation data 就是验证集 然后还有个叫test data 就是测试集 但是我们之前其实一直我们之前给大家演示的这个代码 每次来用的时候 其实一直没有用到这个validation data 是吧 我们一直只是用了这个training data和test data 那在这里呢 这个validation data它就派上用场了 因为呢它就可以用来检测这个overfitting 也就是说 我们对于一个每一轮训练完之后 我们在这个validation data上面来 计算这个分类的准确率啊 计算了以后呢 一旦这个accuracy在validation data上面它比较收敛了 它不太变化的话 我们就认为可以停止训练了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test data上来测试呢 如果它已经收敛了 但是我们用其他test data的话 它可能还会有变化 在validation data就是说 它这个data的作用就是专门用来validate 来验证我们目前学习的模型的 用它上面学充分之后呢 我们的test data跟它还不是一块 不是一部分data 它是两部分 所以呢 我们就专门用它来作为验证 来决定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 overfitting开始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防止这个overfitting的发生 是吧 在test data上面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个实验啊 就是说 我们还是用minis data set做一个实验 我们还是用之前的这个5万张图 做这个训练啊 然后呢 我们用30个神经元在隐藏层 学习率是0.5 mini batch的size还是10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图呢 表示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蓝线呢 表示的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accuracy的变化 在这个test data上面 是吧 我们看到啊 开始是不断增加 但后来就非常缓慢了 然后呢 这个橙色的线呢 是我们随着这个epker 一轮一轮的训练 它的这个在 这个模型在这个测试集 test data上的变化 是吧 我们看到这两个之间呢 它其实是 有一个开始趋势相同是吧 后来我们看到他们的之间的这个gap 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这什么意思呢 就说明我们这个 在这个橙色还不断增加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在train data上面 他虽然他的这个准确率不断提高 但是其实在测试机上 他已经基本没有提高了 这就说明在他两个区的这个差别 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这时候我们的这个 overfitting就发生了啊 这就是一个验证标准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5万张图片作为训练的一集来讲 上训练集和测试集上的accuracy 远高于1000张图片训练出来的啊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就是说我们虽然有overfitting的 但是我们因为用了5万张图片做实验呢 它整体的这个overfitting的程度 还是比之前要小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测试集上 我们这个大概达到94点 就是94点 95点几是吧 就是9496正间 95点可能12的左右的样子 但是我们看一下之前用 只用这个1000张图片做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准确率是多少 我们没有在这儿记录 但是他其实同学们自己转一下实验就可以知道 我们这个准确率是小很多的是吧 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刚才准确率 对就是我们在这个test data上面 我们只达到了这个80%多是吧 我们发现所以呢 就是来克服这个overfitting的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训练集的这个 要包含的实力非常多 增加这个训练集它的size 我们可以帮助减少这个overfitting 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方法 但是还有很多方法可以来解决overfitting的问题 好那我们下节课再接着讨论 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